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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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生意跑 然后老师会告诉我 你本来就没动过 你那是什么幻境啊 你被幻境转了 你被跟着生意跑 本身就是个幻境转了 你不需要跟他看回来 然后你一定会翻回来 找这个绝的东西 当你找绝的东西的时候 你不是有意识成年 你翻回来定在绝的东西的时候 你突然绝的就消失 绝者消失 你的心念翻回来 定在绝者身上的时候 绝者会消失 当绝者消失的时候 所绝就绝 所绝也困 并不是说 绝者跟所绝同时困 不是指的他不存在 他对你四谢空下 他还存在 你还在那做的生意仍然在流动 他们对你四谢了 空下 就是他的那种下消失了 就是四谢他空性的一面 明白了 这个听不懂 我还没听不懂 就是说 这个我还会讲 我还会细处的讲 一步两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走 但最重要的现在 因为我们的气脉很轰浊很散了 就绝而不动 就是说也很难真的不动 就是说心了不动 但到最后听的大家是大不了就是 无视那段音乐 听开始多了 笑也不笑了 懒也笑了 笑过头了 就是 只是这种无聊 但是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专注力量不够的话 这样看起来还是不动的 就是说 一旦我们听熟了一段音乐 我们就开始打妄想 知道吧 乱想 无息就跟着吧 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打妄想 还很专注的时候 还是真的不动了 你就开始训练 你真的是 闻死耳不动了 然后逐渐过渡到 闻所闻地 闻所闻地 开始静了 就是它的像消失了 不是静 不是闻所闻地 然后呢 就是说 开始进入那种 无所住的现象 就是声音在流动 你很清静地在这按住 但声音是从哪里流动的 你也不知道 就是你进入一种 无所住的境界 就是说 无觉者的境界 但是你还在这儿 只是心的一种正量 心的一种正量 金刚经一直在谈 无所住生气形 无所住生气形 无所住是一种正量 但是要从定力开始 没有定力 所以为什么佛讲 给大臣菩萨讲经 他一开始不讲 前天他一定被谁 他一定从无所住开始讲 因为大臣菩萨已经有了草地 他已经在定中 因为大臣经典 全部是 几乎都在三摩地中讲的 大臣菩萨全部在定中清讲 他肯定不讲定力了 但我们是自华夫人的经典 我们要先从定力开始训练 当我们不动的时候 心不散乱 很专注的时候 然后才能讲 才能理解大臣菩萨的经典 才能理解 什么叫圆觉经里面的赤地啊 能言经里面的东西啊 妙法妙法经 你必须是在定力的基础上 因为大臣经典 全部是在定力的基础上讲的 所以你很散乱的时候 你进入不了那种很清净的 但是这种定力怎么来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 一定要坐在坐垫上 闭着也看到一种境界 我们本来有定的 我们本来是圆觉嘛 那么我们的定怎么显露出来呢 你气慢很清净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进化气慢吃素 白日足迹 其实整个就在进化气慢 你很清净的时候 你比较亲爱喜悦的时候 不烦恼的时候 烦恼是因为你找了像 你一定是找了这个世界的 所有的像你才烦 看见不开心的人你就烦 跟不开心的人在一起你烦 跟喜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你也烦 怎么八孔嘛 怨恋离风 拜托会的所有的 那么你不照相你就烦 所以当你不照相的时候 烦恼人 最起码清净一定的喜悦很小 就叫清拉的喜悦 然后呢 啊 气慢很清净 不少小 就是从来里进入所 然后气慢更正 唱风 你的气慢开始中正唱风 这个 他的气不正 然后 然后 妄想越来越少 风银制作越来越少 妄想杂念越来越少 然后 然后再想进入 白日子之间 这就是死 通过戒例呢 能够达到 心心清净的心 因为 这有很多 很多的世界法的威胁并感 就是不一定让我们的心生感 着相 诱惑太多 其实死都在进化 通过进化 我们足见足余局界 如果再有点净 我们很快的绝对是 竟然有人定不着 就会呈现 你的定的状态 就会呈现出来 所以定规定在坐垫上行动 你们白日子之间 所有的都会 在歇 الج 你没有气慢的进化 你不肯能用力 你没有去设心如简 你不可能练避 所谓的一些 你不断断续散的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